張宇宙 equations 大家好 很辛苦 要處理自己的生命的價值 真的是要付出一些的代價 任何的代價是有他自己的價值 只要你看見他的事實跟公益 跟正理 一定会看见他的生命 今天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实际上就是 整理我们 人生生命的价值 除了整理以外 我们也看见 做比较我们过去 受教育或是在 这种政权的环境 里面重新再 调整 重新 去分析 去分类 这个就是我们 一步一步去看见 我们人活在世上 人活在台湾 我们是台湾人 如何去面对 我们后代 或者是面对今天的 不义 这个都是我们要付出的 价值 我有一个 阿公 他讲一句话 让部落成长 让部落能够成为 有典范的部落 每一个人必须要付出代价 这个付出代价 就是你要把这个部落 当作你的家 把这个部落 当作你生命的共同体 你带动起来 你付出不管有多大的心力 你能够尽力 我相信这个部落一定会成长 所以我也跟我爸爸 我现在我爸爸84岁 跟我爸爸说 过去跟你现在听的台湾民政府的不同是什么 虽然他没有来过这边上课 但是我会把我们民政府的法源论述内容 也会跟我爸爸谈 那我爸爸说 这个才是真正我们高砂主台湾人需要的 所以一个84岁 告诉我这个63岁的孩子 我就记得非常清楚 我相信你们的遭遇跟经历也是如此 真正做出生命的价值 你要找出这个价值 它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到 虽然我们会谈论出一些国民党或者是中华民国的不是 在你个人可能说 为什么都一直谈论他们的不是呢 为什么都一直谈论别人的是非呢 有的人说 我们不要谈论别人的是非 我们度过 我们过我们自己 但是这些一半对一半不对 不要只有过自己的 因为人从这个中国字来讲 这个人 我也不大喜欢引用 但是还有他的价值 这个人就是彼此互动 这个人就是要彼此依靠 那彼此学习 那同样的不同的族群也是一样 我们高砂主来到都市 改变自己过去传统的观念 这也是一个互动 就像我常常跟我们同心讲 当我们平地弟兄姐妹 看见我们高砂主在都市迷路的时候 也请你们握着你温暖的手 来帮助高砂主 让他们不走迷途 不走迷路 就像今天 很多平地人喜欢爬山 或是爬山 不是有登山队吗 但是有时候会碰到他们的问题 也会迷路 那谁会去帮助支援他们呢 远住民 高砂主 所以同样的 这个都是互动 那这个互动呢 我们从台湾民政府在上课的时候 也要彼此先互动 先学习 那今天 我们虽然 因为 一直看见 国民党中华民国的不是 这个就是要改变 把非的成为进入到正途 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 不是吗 所以今天 虽然有的会听到 一直 因为我上 两个月前 有一个童心告诉我说 你是牧师 怎么会一直讲别人的不是呢 我说 这个不是是 让我们清楚 找到是的正路 我们没有分清楚 不是跟是的话 我们也会陷在漩涡里面 我们大部分高砂主的 一碰到漩涡里面 谁去游泳 也是轻而易举 我们一定会跟漩涡里面 陷在里面再逃出来 那一般人假如说不知道的话 会一直跟着漩涡 到最后就会毙命 那会 会水性的 游泳的 游泳选手的 或者是 救生员的 这个漩涡 不能跟他面对 一定要进入下去 或者是有 轻的 马上移开这个漩涡里面 所以今天漩涡里面 我可以做形容 很多时候 中华民国 我们把 他们把所有 台湾人都放在漩涡里面 是非常危险的 在我们不清楚 危险的地方 我们人生 活在世上 很可惜 可以 可惜 我们人生的 价格就是 要帮助所有人 得到 真正的 欲求 这就是 人的代价 我们是 人的代价 在福茂区 EGFA签以后 在两个中国人 他们不是在讨论这个资金区吗 你们知道 自贸经济区范围区里面 这个里面的意思吗 不知道 这个就是说 他们签以后 中华民国跟中国签以后 这个 在十年当中 你是一个逐政者 就如县长 或是市长的话 你有权利选择 你的经济区 那这个经济区呢 当然人 非常贪污 特别活在国民党 中华民国里面 大家都学会贪污 连高砂族以前不会贪污 也会学会贪污了 在中国 中华民国的生活圈里面 那在 十年当中 你选择 然后原来这个地区是 一瓶都是草地痞了 一瓶本来是 五六千块 或者是一万块 但是因为你要设计十年 所以将来这个十年的 这个价值 一定会飙到几十倍 甚至一百倍说不定 所以你只要掌握这个 自由经济圈里面 你是一个主政者 然后你底下一定会贪到更多的 最标的利润 那为什么今天 房地产 有时候你看中国人一进来的时候 特别三四年前 他们一来全部买地 马上进入到一个投资公司 我以花莲来讲 现在过去花莲署非常有名 然后今天花莲署 或者是很多自己 很多阿美组 几个高莲署 本来很多中国人 很多人来买花莲署 但是因为中国人投资 他跟另外一个公司 投资公司签约的时候 中国人一来不到高莲署的买卖区 就到他投资公司那边去 真的是买不少 那对花莲有没有益处 没有益处啊 所以这些都要 这些的不公益 就是因为中国人很清楚 台湾人 中华民国人爱钱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他不必一颗子弹 进入到台湾 用经济圈来给你 把你漩涡在里面 所以这个资金区 另外一个是 本来不是有六百万的 小型投资吗 中国人来投资六百万 然后他可以带三个 包括他自己三个人 进到这个我们台湾的地方 做小投资六百万的生意 四年六年以后呢 这个三个人所带的 这个中国人呢 他可以变换为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那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一来的时候投票 当然有投票权 六百万三个人 但是对中国人来讲 真的有钱的人 六百万是小咖的 他们一定会在投资 另外投资一千多万几亿的 多的是 有没有发现 几乎都是中国人在那边投资了 所以这些投资以后 他们四年六年以后 本来三个人 你看假如这个六百万 有一百个地区来算的话 三个人 一个六百万地区 然后六一百个地区 就变成三百个人 对不对 一个地区三个人 三四年以后就换身份证 所以一百个地区就 至少有三百个人 但是这个是小额的数算 那整个在二十年 二十年以后 将近一百万的中国人就进来了 那是已经达到 拿到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了 就可以投票 那投票 我们看选举的时候 你有赢的机会吗 今天中国人 中华民国 就是这样的人 把整个中国人 都一直进入到台湾 变成中华民国国民 同样的西藏 西藏在几十年前 西藏本来是六百万人口 那三百万人口 中国共产党就告诉他们说 这个三百万人口 我们移到中国的中南部 因为那边可以供你们住 然后又可以做生意 然后又给你们好的教育 那当然西藏人那么辛苦 高原地区都是骑马的骑旅的 那一下子三百万就进到中南部 高兴的要命 就像我们高砂族人说 来到都市给你们一大片 好吗 那好啊 来好来 就把他们担在一起 同样 这是人的惰性 人的欲望 所以到最后三百万人口下来 中国人的三百万人进去到西藏 所以还是六百万人口 那这个三百万人口 原来的中国人进入到西藏的时候 他们所生的孩子 娶西藏小姐 生的孩子一定是男性 男性 孩子属于爸爸姓 所以就变成中国人 所以要选择西藏独立 不可能 有可能吗 不可能啊 西市嘛 今天台湾人也是同样 中华民国中国人就是这样 把我们成为西市 刚才有台湾民政府 这样好吗 这样有相信吗 所以不要让他们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让台湾民政府 阿伯这样好吗 好吗 好啊 好啊 感谢感谢 所以要阻断 要切断他们这样的漩涡设陷阱里面 台湾民政府要加强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参与这样的地步使命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 好 这个五千宣法 他们在中华民国都是 不是独立的 都是一党都独大 这个都是跟民进党同兄弟 这个是1912年49年 在中国 所以就只要逃亡到 离开自己的地方 就叫做逃亡 所以中华民国来到台湾 当然是逃亡 按照战争法 国际法的解释 好 所以有的时候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这个 中华民国的民进党说的 在我们回顾太平洋战争 今天中华民国所讲的是 连中国也在讲 是中国战区 那为的是要掌控 他们 开罗宣言 三个国家 英国 中华民国 美国 三个领袖 他们所谈论的 这个memo 这个回忆录 这个意图 而不是国际条约 所以开罗宣言 不是国际条约 是三个领袖 他们自己的意愿 意念来做出 那甚至有的是 没有签名 那这些 从这个地方 我们进入到 日本 无条件投降的时候 那他们也 在9月2号 东京那边 为什么不在台湾 因为日本 跟美国战争的 不是日本跟中国战争 那假如说 中国战区的话 应该日本跟中国战争 太平洋是 日本跟美国 相战的地区 所以 一定会在日本 东京湾那个地方 签署 战争结束 投降书 所以那时候就战争停止 不过 开罗宣言 有一件事情 他们这个三个领袖 谈论的时候 希望台湾 回归到中国 这是三个领袖的一个 意愿 他们自己的 共识 但是不是国际条约 这个要特别注意 那但是他们有一个 美国很厉害 不过 我们虽然有这样共识 希望你不能 不能再进入 攻击他国 攻击第三个国家 他们有这样的共识 不过 还没有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是1945年 但是在 他们谈论 还没有谈论到国际条约 因为这个是 他们想要开罗宣言 还有 这个三个领袖的共识 要进入到国际条约 去订定里面的时候 还没有 一直到1952年 1951年 9月8号 他们这个旧金商签署的和平条约 有48个国家 那 1952年4月28号的时候 和平条约才生效 我们看看 1950年 还没有 还没有到1952年 生效之前 1950年 6月25日 中国 中国人就进攻 韩国 就韩战爆发 所以有南北韩 所以美国也很聪明 趁这个机会 就控告 中国人 在联合国里面 控告说 他们侵略了 韩国 所以 他们所定定这个 开罗宣言 无效 那 中国人就也控告 美国到联合国说 既然 美国也侵入 我们 中国的国内的台湾 我们也要控告美国 结果联合国 就告诉中国说 好 美国说 侵入到台湾 然后台湾是说 你们中国的领土 请你们拿出证据来 一直到 那一段时间 中国人拿不出证据 但是 很可笑 至少有三四个 中国人的政权 产生出来 一个是毛泽东 的政权 一个是蒋介石的政权 一个是 在 汪金卫 汪金卫政权 所以联合国 还有他们其他国家说 这个三个政权 都在争中国的政权 中国的代表 到底谁要代替中国 所以那时候 这个48个国家 在 在51个是里面有苏联 中国 他们没有办法代表 是因为中国 没有真正合适 谁要代表 三个政权当中 他们要争哪一个政权 所以把它删掉 那苏联当然是 他们一定会帮助 共产党国家 所以有48个国会 通过 生效的 1952年4月28日 然后签署和平条约的生效日 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 所以美国 联合国就 否决 中国人所提出的抗议书 所以很确定 台湾不是 中国的领土 台湾更不是 中华民国的领土 你们有没有看过影片 秘书长常常跟我们 要我们常常看的 一国 一个中国政策 有没有 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中国政策 最重要的就是说 没有光复节 这个是 在这整个影片里面的 都是官方文件 都是官方文件 有没有发现 一个中国政策影片到最后 它不是有写 国务院 美国国土安全局 国土安全局 情报局 都全部 这个是整个 真正美国国家代表的一个官方文件 所以一个中国政策里面最重要 第一个 没有台湾 没有台湾光复节 中国没有进入到台湾 哪来的光复节 没有进攻到台湾 是美国两颗原子弹 给日本 所以日本投降 因为台湾是属于日本的 所以这些是 一个中国政策的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第三个 台湾不是属于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也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最后一点 整个一个中国的政策 更清楚的是 10月25日 不是光复节 是交战结束 也是占领的开始日 10月25号 所以谁占领 最主要 这个一个中国政策里面 最重点的是 主要的占领全国 哪一个国家 美国 所以这个一个中国政策 是真的是官方的文件 所以就消失了 图施了 开罗宣言的谎言 这个就是我们要清楚的 一件事情 所以美国 它站在 占领权的义务跟权力 保护太平洋 那太平洋 我们也有没有听过 日美安保条约 日美安保条约 他们就是保护台湾在里面 因为这是重要的战略地区 他美国占领了台湾 当然它是最主要的占领全国 有主要就有次要 所以次要就是 美国委托中华民国 蒋介石集团 暂时管理台湾 那暂时管理台湾 并不表示 这个是你的领土 并不表示 你的 你永远占领 一直到长久 不是 这个是受委托 就像今天 我们 台湾基督徒教会 当属会 因为我当过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 最重要的一个 核心人物之一 我们主持这个董事的时候 董事 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很多财产 台东的马街医院 淡水马街医院 台北市的中山路总院 然后新竹的马街医院 然后彰化的基督教医院 那彰化有园林 鹿港 南投 很多的小 小 等于小诊所 都是彰化基督教医院 然后长龙大学 都是包括在里面 然后台南的新老病 等一下要讲的庄民雄院长 曾经当过新楼医院的院长 还有董事长 这都总是 还有麻豆 台南麻豆的新楼分院 这都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宅善 那我主持的时候 有一个 有六个董事 不合 不服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 我们谈论以后 最后 我主持 免职这个六个董事 我到台中 中华民国的最高法院 台中高等法院的分院 我被审问 我是代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因为他们那些六个被免职的董事 他们控告我们总会 然后控告到法院 最后到最高法院 那我就跟法官大人说 法官大人 请问 中华民国的董事是有财产的 你们那里面有董事 你们自己的财产就是有董事的分 有董事的分 今天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不是董事的财产 是隆重告财产的财产 也是美国人 英国人 他们所募捐 马杰博士到淡水分院 淡水的时候 1945年 1946 1946 1947年左右 马杰就到淡水 那他也牺牺牲了他的医生 把最好的医疗给我们台湾人 那这个都是奉献 一直到现在才有马杰医院 所以今天马杰病院 中华基督教病院是 中华基督长老教会所有会友的财产 也是美国人给他们乐捐的 不是当初的财产 所以今天我代表中华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华 我想我们在座的几个 假如你是长老教会的话 可能有听过这样的历史 2000年到2003年 我开了一百多次的会 为了这个免职董事会 因为他们认为 董事会是他们自己的财产 我跟法官大人说 不是当初是修委托 当初是受委托的 这是长老教会 很多的基督教教会 也是有这样的规则 章程条例 董事是受委托的 不是他的财产 这样好 今天 中华民国是不是台湾是 他们的财产 当然不是 收到美国的委托 受美国的暂时委托 暂时关于台湾 不是中华民国的财产 所以今天中华民国 他们的财产 他们认为 整个台湾就是他们的资产 价值有台湾民政府 所以不出这个 一年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看见很清楚 台湾真的出淘天 希望你我的参与 就是因为你 为了我们台湾人 台湾的后代 财产一个 混乱一个 辛苦一个 这样好吗 应该辛苦是 他没什么 受夸大事 这样好吗 把辛苦当做小事情 小事一桩 用我们这样的 但是我们 在背后 美国有这样的支撑力量 所以欧巴马讲得很清楚 假若任何国家 或是中国人侵入 太平洋的任何国家 特别是在 菲律宾 越南 日本 您只要开战 我就提出六个条件 第一条件 公布中共官员海外充环 而且还冻结 中国的高官很多 特别是在海外 美国都掌控的一清二楚 所以你只要开战 任何这几个国家 其实台湾也在内 他不好意思写台湾 台湾也在内 所以会冻结 第二个 公布美国护照的官员名单 第三个 在美国定居的中共 高官的加速名单 还有个洛杉矶的中共二奶村 有没有 有 洛杉矶 难怪 不要说全部台湾人好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台湾人 跑到中国 有什么几奶村 我不晓得 二奶三奶 奇怪 所以就学习中共 学习中国 所以很多一般的 比较会做生意的 他们没有国家认同 没有自己的自治政府认同 观念 这些都是 美国就要介入 所以有介入 我们才有保障 对不对 美国日本 本座我们在他们的阳光下 做得更好的保证 你还有什么机会 那么好的机会 有两大强国 做你的后盾 所以我们的秘书长说 天佑台湾 体定保有烂台湾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真的是 从基督教的思考里面是 真的是上帝祝福台湾 这个 以前的 美国前任国务卿鲍威尔 他怎么讲 台湾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台湾目前是 美国认同的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占领与有效统治 一直到今日 同样的这样的看法 所以在2008年8月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回复联合国的 潘基文秘书长 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台湾人 我不好意思 拥拥到什么地步 只要被恐吓 哇 你们跑到台湾民政府 那中国人就进来了 中国人就打飞弹了 一千多颗飞弹都对着台湾 但是只要他们美国的最高的长官 他们是终身职的 他们虽然是前任国务卿 但是他们这样的说法是 美国的官方的话 所以他也讲说 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 也没有享有主权的国家 这也是我们一直保持的一个政策 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irm policy 是我们坚持的政策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保障 大家有服料 这样有福气吗 有福气吗 懂贤 美国独立 要靠法国 当时法国跟英国协调 因为美国从英国这样逃难 逃难到现在的美国国土 最先包容 而且是接待这个五月花 逃难 他们坐船 从英国逃难到现在的时候 他们说发现 哥伦布的美国大洲 谁先接待他们 高沙族 就是印第安 就是高沙族 我们称的印第安原住民 他们用一般的生活来招待他们 非常的高兴 所以他们最先到这个新的地方 他们盖礼拜堂 他们感谢上帝 所以今天 为什么他们的美国国歌 他们的一个词句说 May God bless all the United States 愿美国祝福全美国 愿上帝祝福全美国 今天的英国女王也是一样 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女王 这也表示说 真的是他们相信 当然宗教是自由的 但是秘书长常常讲说 天佑台湾 这个天 你也帮助你自己的信任的一个主都可以 那今天一样的 莱斯国务卿一个黑人妇女的 他们也是讲 同样的 谈到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 所以1971年10月25日 1976次全体会议的2758号决议文 所以要恢复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 只有中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所以蒋介石就不是代表中国了 所以我们看看 为什么台湾民政府存在 就是要错开中华民国 一直在控制台湾的局势 所以今天我们参与 我们的台湾民政府 这些都是法理论述里面 你们在初级班也看过了 我们看看回顾一下 虽然说6月1949年6月15号 一块钱新台币换4万元台币 我们看看过去 假如没有这样的过去 我们就不知道原来 他都一直在掌控我们台湾 这个是1991年10月考选部的 录取548个人 所谓的外省人就是中国人 我们暂时用这个字的外省 录取540人 台湾人只有录取8个人 这些看能不能 这些都是写的一清二楚 台湾人像半月的 540个都是中国人 这是过去的历史 18% 原来18%也是 3% 才有18% 台湾人的公务员 所以其他的都是中国人 那当然现在是 台湾人不止了 因为有的人零18%也不少 然后 这些都在掌控公务人员 特别高砂组 一碰到公务人员 大家都怕得要命 都会听公务人员 公教人员 警察来了 军人来了 都怕了 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今天上课了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警察不能随便乱进来 不能进到一般人民 除非他有搜索票 我们以前一听到 一看到警察就 走到买死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所以台湾人跟 那个孩子说 别靠 警察来了 不要哭 警察来了 这个还没有关系 我们做牧师的 跑到会友的家里 那会有的家 小孩在家里 不要靠 牧师来了 原来他们学习这样的 不要靠 牧师要抓你了 牧师要抓你了 我们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 不要讲 我们牧师不会抓人 这样 这些都是 在整个的 中华民国的制度下 按照法理上是 他们当然就宣誓 是效忠的中华民国 所以不是中华民国公民 中华民国国民 在公务人员里面 你看公务员依照 他们36个省里面 台湾只是其中的一个省 所以公务人员资格考试 录取率只有3% 当然很多台湾人很聪明的 没有办法进去 因为只有录取 3% 有没有听过秘书长讲 马英九的小插曲 马英九跟秘书长同届 他的数学只有考 48分 然后那秘书长 他就看到他们是 建国的 应该是 我忘记有几班了 反正有三班是留给 所谓的外省人 不用考就进去了 对啊 不留几啊 就是这样 三流的人 来带领我们一流的台湾人 这样合法吗 当然没有合法吧 所以今天是台湾人要学习 这样好吗 所以我们就看见真正的要害在哪里 你看 我们还不醒醒 这个整个都是中国一省 浙江 天津 安东 安徽 江西 安徽 浙江 北平 江西 湖南 辽宁 浙江 还有湖北 福建 南京 山东 深郡 北平 福建 南京 山东 深郡 北平 这个深郡是谁 信马的 你看他们 台湾人就虽然是一直在抗议游行 有没有 看着非常很感动 很窩心 这样有好吗 没好啊 空气也是没好啊 我们1988年 高沙族 行我土地 在那里空气 有好吗 也是没好啊 所以黄河土地在1988年的时候 我们带领者我也是核心人物之一啊 你看牧师为什么进入到这个抗议政府 就是因为看到中华民国的不正义嘛 当然就牧师出来了嘛 我们当牧师当然就也会出来 但是有很多牧师怕 像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就进入台湾民政府了 好 这些都虽然是人数多少 那个是没有关系 关键性是 我们看看整个过去 它这样的历史 然后最近的台中青少棒吧 他们得到冠军 这个是用什么名称 中华台北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加油 那么长了 台湾加油 那不是那么好吗 不是那么好吗 为什么中华台北 没办法啊 现在让他们执政啊 要改变他们 这个才会改变 所以我就跟高沙族说 不要伤心 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我们高沙族的运动细胞 音乐细胞 艺术细胞 一定会 马上彰显出来 不要像阳传广 那是大家都很高兴 结果名称是中华台北 结果还是说中华台中国 台北中国台北 那最后 他也是蛮凄惨的 度过自己的晚年 于宏开 于宏开他们 红叶绍棒 以前到后来 也是 也是酗酒 这样糟蹋自己的人生 是为什么 中华民国没有好好栽培 假如中华民国好栽培 台湾高沙族的体育运动 哇不得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有什么 台湾民政府 高沙族在做的 不要伤心了 你的孩子打棒球 有机会